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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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也要歡迎各位在 上市秋天入秋的這場押霜的天氣 還有今天沒下雨 那個美女風面沒有來到台北 今天非常榮幸的看到 有那麼多人來參加 由《獨色生活》所舉辦的 2015年的小說節 偵探推理講座 今天是第六場 第六場 我們接下來還有兩場活動 兩場活動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東陽 這次活動呢 其實有兩位策展的 一位是我 一位也是旁邊 代表的主角人 所惠惠小姐 由我們兩位來做活動的策劃 這次活動策劃呢 有一個小主題 叫做 名作 名聚 名偵探 其實在前幾場活動當中 我們後製的主題 去做發揮 我們談了華文推理 也談了經典的名著 也談了過去不會認為 它是推理小說作品 還有日本版本等等 今天呢 我再一次的將焦點聚集在 日本這一塊 尤其這幾年 我們在談推理小說的時候 過去有談歐美 接下來有談到日本 這樣一個很明確的 有一個地域性的小說出景 而且我還是來偵探 今天主題是 那些我所愛的日本偵探 神光威小姐所要提的 今天所要講的 這個內容呢 我覺得大家非常有這個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 郭威姐她過去 曾經服務於 上面可以看到的 娃娃麥年出版的文化 時報出版等等 現在是群星文化跟 新冠文化的出版部分 過去其實我跟她有在職場 共同工作過的經驗 因為當時在神光集團的時候 我在聯播 然後郭威姐在漫延讀部 我們內部差不多有開會 開會會要討論我們的每一本出版品 要跟讀者包括我們從選書到 一本書的行銷企劃到讀者面前 一步一步如何將國外的好作品 甚至華文的好作家 能夠讓他們的讀者認識 所以其實在過去的這些會議跟活動當中 我也在同學 也在同學 郭威姐 過去在工作的 無論是在 游戲讀部 她在推出日本推移這塊 學習非常多 那這些過去會覺得 連自己很 很有幸的在工作成了 能夠學習到的 今天 等於是到郭威姐公開人的 多年來的功力 在談日本推移這方面 我要來看一下簡報 的確扣著今天的這次主題 民作民軍民偵探之外 這些偵探還做一些分類 還把一些日本曾經對於這些偵探的整理 重要的作品 不知道誰都看到的 大家可以詳細的跟各位做介紹說明 我話不多說 就請陳惠小姐來主持今天出獎 歡迎 首先謝謝大家今天來聽我分享我對日本推移的熱愛 謝謝大家 當主持人東亞非常的客氣 因為他邀請我來做這個策展的時候 我自己知道我手邊還有很多的編務工作 另外我因為還在埃茲基金主持了一個廣播節目 所以我當時所想的跟卡塞這個主管單位 提出了第一個優先的就是人權 又是東亞 因為我知道他是青年才俊 然後配上一個老太太 我覺得這樣一個組合還蠻好的 應該會有很大的新鮮感 今天我想要講的是關於日本的推移這一塊 我們都知道一個小說裡面最重要的是他的靈魂人物 這個靈魂人物在日本他們就直接叫做 Karakuda Karakuda 就是character 這個詞 就是直接的一個外來語 那這個 如果我們要說 偵探是這個小說裡面不可或缺的 推移裡面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 那麼 其實他就是會 隨著一個時間跟背景 他會有所演變 那今天我想再談這個我所愛的這些 就是日本偵探人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回顧一下 整個日本推移小說 這個就是偵探小說或推移小說 在這個歷史上面 偵探或者是說偵探這個角色 因為有的時候他並不是 他不是私家偵探 那他可能也不是警察 他可能也 他可能是一個 甚至後來裡面會是 阿貓阿狗都可以當偵探 那這個偵探意 就是偵探這個角色的變化 有一主觀見證 這主觀見證就是 神探然後名探 可是呢 真正定著的就是我們通證的是偵探 但是呢 也有反偵探 也有反偵探 這樣子的一個 他的嚴格 那麼他有三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第一個轉折點 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這個前後 那這個前後的 就是戰前的代表 我們都知道是日本三大名偵探之一 而且是日本史上最重要的名偵探是 名字小五郎 他是在1925年的時候出道 那1925年的前兩年是1923年 是日本推理的元年 也是江戶川亂部 他就是出道的第一年 那日本推理支付 就是說日本偵探推理支付江戶川亂部 所創造的這個名字小五郎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他是後來使得經典一根柱可以發光發熱的 就是恆功正史 因為這個江戶川亂部的勸勇 從大阪自己家裡開了藥店 然後跟他一起上進 到新紀念雜誌還有其他雜誌 他開始擔任主編的工作之後 他也開始創作推理小說 這個時候戰後呢 出現的就是他所塑造的這個角色 這個靈魂的物就是金田一根柱 那實際他的第一次登場是在1945年 這一段時期在我這裡有帶來一本書 就是很有名的評論家也是1975年 在日本創開了幻影集的稻情 就是傅伯老師他所寫的 偵探推理鬼的這本書裡面 他把前面的這個 不管就是說戰前的特色 或者是戰前可能是一些怪奇的 丹美的恐怖的 那到後來到金田一之後的這一段時期 他的頂域呢基本上是浪漫的 是浪漫主義的 因為他是在一個非現實的舞台裡面 所發生的一些民團跟設計 所謂非現實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看各種的偵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比較理解 那第二個大的轉折點 是在松本清張他出道之後 松本清張的清張之前跟清張之後 最大的改變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一組觀念 他是反偵探的 他是反神探 那我們一般來講說 偵探可能他在一個獨立的探案裡面去出現 可是他一旦變成民探 所謂的民探可能他就是一個系列性的 他會在很多的探案裡面出現 於是他變成了一個民偵探民探 但是松本清張對這一點他變成了感冒 他會認為說那些都是騙小孩子的軌跡 那這裡有他的時空背景所在 就是說以戰前當時的這個就是西化 民治維新西化之後 一直到戰後的這種士氣的披靡 然後人心已經不知道要以什麼為依歸 所以會用這種非現實情節的小說來撫慰 或者是來做等於是一種逃避 但是到了松本清張這個時期 各個社會的前面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包括貧富懸殊的問題 身份的問題 然後階級的問題等等 所以這是松本清張他著力的這一點 於是反偵探的這個蜂巢席捲 那這個社會派的這個推理蜂巢 等於是鋪天蓋地的最後這個日本推理 在這個時間點出現了這些大量的爛 出自爛造的社會派的小說 於是乎就是有一個風俗化的這樣的弊端 那這個時候呢出現了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的島崎波先生 他創刊的這個幻影城 他這時候的口號他主要的目的是 為了要重新去評價在松本清張之前的 這些本格創作的小說 一本是變革推理的小說 所以呢 這段時間他自己稱為是浪漫的復活 也就是說 不是在拘泥於一些現實的事件 而是能不能在現實的基礎上 可是創造出更多的非現實的有想像空間的 然後是有小說的美感這樣子的推理小說 那到了第三個轉正點 因為這前面的這個演進 使得1987年臨時行人他出道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新本格 新本格出現之後出現了很多的非民政壇 但是這個民政壇可能因為台灣沒有引進的關係 或引進的非常局部 或者是說對於作家的經營還沒有那麼的專一 以至於呢我們熟悉的並沒有很多 除了島田莊斯臨時行人 然後再來就是在1994年出道的這個經濟下宴 在這個新本格之後呢就是說 他又開創了另外一個局面 他會加入很多的因素 那新本格最大的特點是他加入了很多科幻的奇幻的 就這樣子的或者是恐怖的因素 那恐怖的因素包括像經濟他把妖怪這種 也是一個屬於不可測的比較虛構的這樣子 如何跟有邏輯的這個推理結合起來 那就變成他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這樣子的話呢他也就是更 從這樣子慢慢的演進就 然後推理小說最重要的這個靈魂門物的這個偵探 他就要越來越有個性 然後他要具有某個特質 經濟堂在日本的整個推理圈裡面 他並不是一個非常大眾化的一個 就是說他並沒有像以往可能動輒銷售幾十萬冊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但是他有非常固定的讀者群 那這是後來的這個角色 他們越來越偶像化 然後越來越icon 然後那個粉絲數也越來越多 而且越凝固的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時期 那到了2007年以後呢可以說是真正的天才型的這些神探 應該是說在日本的這個圖欄裡面已經不太可能發生了 因為整個社會的大環境的一個變化來到了 最後是不景氣的影響使得警察小說因此而串紅 警察小說相當程度其實他可以說是一個企業小說 一個組織小說 一個上班族小說 那景氣越不好 警察小說就會越就是越受歡迎 警察小說到了後面我們看到的大部分就是可能是警探 那今天我想要針對我所愛的這個日本偵探 我有一個比較廣義的定義 就是說他不是只有我們心目都想的那個天才型的 超人型的這樣子的偵探 他還有的就是可能他就是一種一步一腳印的警察 那甚至還有是失敗的警察 即使他是失敗的警察 但是他有非常迷人的地方 進入了我不得不提經典一尊助 就是說我自己認為我本身是一個社會派推理名 我沒有那麼的對本格推理有那麼多的狂熱 我覺得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的腦子不太好 就是說我覺得推理的那個民法 我永遠都猜不到兇手是誰 我經常被騙 那對於被騙的時候我會鼓掌比較好 可是下次當我再去看同一本書 我舉個例好了 我剛剛跟東陽講說 像《孤孤鳥之下》我看了三次 但是我第三次還是完全忘記那個兇手是誰 然後胡龍夫的影子的告發 我因為二十幾年前開始看 我前前後後到最後出版的時候 我看了五次 結果每次都是一本新書 我也永遠忘記事件是什麼 然後誰是破了這個謎 然後誰是兇手 誰又是什麼 我永遠被騙 所以這一次的Case的這個活動裡面 我推進了兩本書 一本當然是推人落淚的那個半字牌 老實說他並不是我 我不喜歡推理小說是讓人落淚的 因為推理小說不就是讓人推理嗎 為什麼要讓人落淚 所以呢 但是因為他創下了非常高的票房紀錄 而且他因為是視為抽點的 所以我想還是推薦他吧 好 那另外一本就是那個 《英樹抽雅石降雨》 我那次被騙到 那個書掉到地上 我覺得我到底哪裡看錯 然後又從頭去看了一次 看完之後我非常生氣 我想說那個作者 作者 為什麼你看我現在名字都忘記了 蛤 遮眼鏡 對 遮眼鏡 就是 你看 我就是有這個人民障礙 我真的覺得說 反正真的不是跌破眼鏡而已 而是說 惱羞成怒的這個程度 就是像這樣的情況 但是儘管如此 我還是非常想要去 就是 證明我 就是我屢次的挑戰 經典一的這個探案 就是 我屢次想要藉由 因為經典一一直在 他最大的特色是 死了很多人都沒破案對不對 那我覺得跟我有一點像 就是說 他如果沒有這樣演 我覺得我就沒有猜到的這個機會 那他延長了我 用我的腦子的時間 所以呢 這是我愛他的一個理由 就 所以經典一根柱在那個 這張畫是從 當年我做的這個 日本的推理評論誌 迷鬼 今天帶了一本來 就是 當時請的插畫家幫我畫的 對經典一根柱的這個 想像中的經典一根柱 還有根據他 就是橫勾正史 在他初衷到作 就是1946年的時候 那個 症殺人事件 他對他的形容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應該都是推理迷嘛 我不用特別介紹他 對不對 因為我是不是很不確定啊 就是 那不用缺到他 大概就是知道說 我只想表達的是說 我們要提金田一之前 為什麼不得不提名字小武狼 因為名字小武狼的鳥窩頭 就被金田一給繼承了 這是他們兩個的很重要的一個共通點 一個是鳥窩頭 一個是川和服 但是早年江沫川亂部 他因為在暫時的時候 他的一篇小說 就真的被政府給禁掉了 因為一般來說 日本政府會審查 可是那一篇是整篇 就是整本書把他禁掉了 對江沫川亂部來說 他的那個挫敗感非常的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江沫川亂部在塑造 名字小武狼的時候也有一點錯亂 就是 名字小武狼剛出道的時候 是在地板殺人事件 那那個時候 他是瘦瘦高高的 很有書生氣質 然後他的原型是一個 就是左手殘廢的說書人 那叫做神鐵伯龍 那你看我記的歌也幾乎 我記得神鐵伯龍 就是 是一個無業的 失業中的高等的遊民 然後整天就是打混了 那時候他看起來是非常的 他自己覺得他的課程是研究人性 那所以呢 是一個思考型的 特別偏重於對於心理測驗的 這一塊去推測犯人 凶手是真凶是誰 可是戰後之後 明字小武狼在登場的時候 他從中國印度旅行回來 他突然變成動作派巨星 他很會打鬥 然後他一身穿著西裝 而且是兩件式的西裝 然後等 而且他還結過兩次婚 就是說 他的其中一任妻子是他的秘書 那最後他因為年紀大了 就是到了六十多歲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再 就是沒有辦法再應付那些打鬥的場面 所以他又變成換成穿和服 然後又變成一個書生的氣質 但是 在那個早期在塑造這個 Kalakuta的時候就是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不穩定性 但是到了金田一的時候 他從前人的這個軌跡裡面 他慢慢的去調整 然後他就反擊到而行 所以你在1946年看到他首次 在本陣殺人事件出現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子 他在戴著軟帽 然後一身髒兮兮的 然後左手拿著包袱 右手拿著那個藤手杖 就是激動的時候會口急 然後就是 總是會到 好像是說他 如果他一旦要 開始解贏的時候呢 他就一副很神秘兮兮的那個樣子 就是說他什麼都知道了 一切都了然於兇 因為他畢竟他還是屬於天才心的一個神探 但是他到了1973年的時候他退營了 19 他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案子是惡靈島之後 然後19 他就1971年的時候他就覺得說他要退營 然後他說他留下說他要去美國 他就突然失去蹤影 等到1973年他從美國回來 他就確定要退營的時候 不管他在哪一個 他在發牧村出現也好 他在惡魔前來 所以出現也好 都是33歲 全部都是33歲 我說反其道而行的 那個橫勾正史在塑造經驗意義 所以他是永遠的 33歲 是 韓永齡的 是 應該是跟他是一樣的 那在將近80篇的探案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他的原型是 參考了兩個重要的人 一個是小熊文明的作者 紅色探案 紅色小屋裡面的那個景函 那一個反正也是非常自由來去 一個斯嘉珍那浪跡天涯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巨作家橘田涯夫 但橘田涯夫他只見過一次面 他就把他的整個風貌 都根據他來設計 那本來在書裡面講的是軟帽 可是大家不曉得是怎麼樣的軟帽 可是呢 在1976年群成家一族 四川崑上演之際的時候 就是石板浩二來演 這個經典一的時候 設計的是像倒扣的浴巾貓 浴巾箱那樣子的帽子 那那個就變成是他的註冊上錶 我很推薦大家看 即使你看過我 我很推薦大家再看一次 本陣殺人事件 當然一定要看玉門島 那因為大家一定會看玉門島 就不看本陣殺人事件 所以呢 我今天還是要推薦本陣殺人事件 是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的 一出場的經驗 一是令人 我覺得是令人驚豔的 因為他有毒癮 然後在美國 就是接受了這個一個 岡山的火源的主人的資助 然後在美國求學結束之後 回到東京開設 又在他的 就是他的支柱之下 又開了這個偵察事務所 那這是他的第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呢 是非常日本的第一個 真正正統的密室殺人 那以往的這個推理小說 就是日本的推理小說 參雜了太多的複雜的一些元素 那這一本書是 可以說是他可以媲美 當時他們的就是營養資源 就是他們的源頭 歐美推理 那也是奠定了整個本格推理 這個中派後面的一個 能夠長遠發展的一個電機之作 所以本陣殺人事件的 發生在岡山的一個偏僻的 所謂的本陣就是指說 以往在重要的這個 到就是一些到京都去朝拜的人的路上 那是一個就是類似是車站類的 或是馬車站之類的一個官社 那是提供給這些官員們住宿的地方 所以在當地都一定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而且是等於是 等於是掌握了那個地方的資源 所以呢 在這樣子的一個豪門裡面 所發生的這個悲慘的一對夫婦 新婚夫婦 慘死在密室之中 那經典衣如何去破解 非常好看 重要是一開始的時候 為了就是橫勾為了要讓大家理解 就是如何去看推理小說 他前面有很多關於推理的知識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為了要讓 我覺得他的寫作技巧非常的妙 就是說 他為了讓日本的讀者 了解什麼叫做真正的推理小說 他在寫頭設計有關於 他對推理的理解 以及他對推理的想像 然後最後引出這個世界 那你第一次看 第二次看 第三次看 是不一樣的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漫畫家 那個 他叫什麼 喜國雅艷 終於記得了 他說他小時候 因為小孩子留 身上有零用錢 零用錢不多 那他最喜歡的作家 就是經典一忍住 因為之前那個 明治小五郎 就是 探案結束了 那接下來 他就是 熬熬帶補 希望有新的偵探出現 那發現是 那個發現有經典一這樣子的 那個 應該是那個 漫畫 好 然後他用 聊聊無幾的 林宥淺跟同學交換 可是他那時候 第一次看的時候 他非常的生氣 因為他覺得說 為什麼看了半天 他始終不知道 那個 主角是誰 好 就是 從一直看一天 看到最後 因為是每期都連載 還是在少年 那個 就是周刊漫畫上面 他看了好幾集 還看不出主角是誰 後來才發現 主角 竟然是一個破破爛爛的 然後 張希的 然後 頭皮卻滿天飛 然後一天大 騷頭的 他 非常的生氣 他覺得說 林宥淺小五郎多撐頭啊 為什麼要設計一個這麼的 不起眼的 這樣子的角色 後來他說 他最後說服自己 他說他一路的看到好幾集才知道 原來 他人家是看退役小說 是在找犯人 他看退役小說 是在找主角到底在哪裡 然後呢 後來他長大之後 他又去讀文字版 他才知道說 啊 這個就是橫勾他的設計 就是說他這種不起眼 或者是這一種 這一種 非常樸素的 這樣子 事實上是要蠻過 這個真凶的 一種手段 我不知道 反正退役你總是會用自己的 各種的理由來說 他喜歡的 偵探的那個 找出那個優點出來 那所以呢 今年一 深處在1976年 更正的就是 引起更大的風潮 因為那個時候 社會派也慢慢的 就是出現了一些 我剛剛說的一些不好的變化 所以呢 橫勾這個熱潮出現 這是我找到的幾個 就是說我們剛剛對他這個不起眼的外表 不是做了很多的描述嗎 可是在 可是在一些 女性的 的漫畫家 他還是要把他弄成這個樣子啊 不是嗎 你看他還會臉紅 你看 所以呢 這就是一個好的推理作品 讓我們有 讓我們有各式各樣的 我們自己心目中的那個 那個形象 那這就是早期的 這比較接近真實的狀況 那是 JET還沒有那麼早 但是這個 對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喜國雅燕 他看到的 後來去看的這個書 這個 跟這個 然後再跟 這個 這根本就是 這根本就是 這根本就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更像 我覺得這個比較 這個比較接近 橫溝正史 而且也很像橫溝正史本人 根據那個 這本 傅伯老師寫的書裡面 他跟橫溝正史有真正的接觸 那段很感人 就是他在創辦幻影城的時候 他要寫他的評論 寫他的作家論 那 當時橫溝在 1976年的時候 他的這個 他那個 他那個 犬神家一族的 賣錯紀錄 我如果記得沒有錯的話 是 將近二十幾億的日幣 然後他那一年 橫溝正史本人 在1976年他拿到的 我版稅是三億兩千萬日幣 排名第三 第一名是收本清章 他比收本清章少了六百萬 第二名是生存成儀 那橫溝正史在那樣子的一個 如日中天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願意接受傅伯老師給他 一頁稿子 大概只有差不多兩千日幣的 這樣子的稿費 幫他們寫稿子 所以他是一個有情有意義的人 還有 我對橫溝有一個印象 也是來自於傅伯老師告訴我說 他是一個很害怕坐車 坐船 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害怕的人 那我覺得 這一點呢 有影響了公布美信 好 這是我亂說的 公布美信 也因為他 我那時候 當時在讀部邀請他 他就說 他不坐飛機 那我們就說 那坐輪船 好嗎 不坐輪船 那就沒辦法了 這個是 這個是 今天一 他印象化的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改 一個 就是一個 導覽手冊 那可見的他出現 今年一出現的這 將近八十幾個 看案裡面 被改編的作品非常的多 演過今天一的 大概有三十幾個很重要的演員 那這些演員都各有擅長 但是我其實很難想像 十反號二為什麼 後來會去演白色巨塔 那個 你們知道嗎 白色巨塔裡面的那個 反派的醫生 我會忘記名字 Anyway 就是 反正這樣子連接起來的時候 就還是會覺得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錯亂的世界 好 這是第一個 我跟大家介紹的 今天一根竹 再來呢 我最喜歡的 第二個 日本的偵探是 宗禪式秋煙 他名字太難記了 然後甚至有一本 他很重要的一個書裡面的 一個評論家 還把他寫成 宗禪式秋煙 日本書不見的都是對的 像剛剛有一本書 我看到 他介紹很公正史的時候 就說 他中學的時候 遲掉了銀行工作 我就 蛤 他去過銀行工作 他也為了這句話 我查騙了 我花了好幾天查騙很多的資料 從頭到尾 他就是大阪藥專畢業的 然後他是在他家的藥盤工作 然後那個 日本的一個資料裡面就寫 他在銀行工作 所以呢 就是他正名 他是宗禪式秋煙 然後我們都叫他金吉堂 那金吉堂 他取名的由來 大家知道嗎 金吉堂是他的書店 因為宗禪式他有三個身份 一個身份是救出院的主人 一個身份呢 是這裡都有 一個身份呢 是他是一家很小的神社的主人 神主 那另外一個角色是他惠莫如生的 每次關口訓 就很訓那個關口訓 如果問他說 關於那一段的時候 他就會 把話題扯到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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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關口是一個健忘的人 就會忘記他之前問了他什麼 然後又被他牽著鼻子走之類的 那 所以他的書店叫金吉堂 我們想當然會覺得說 因為金吉下宴寫的 所以他書店叫金吉堂 錯 就是說金吉下宴為了避免大家這麼屬下 所以他就寫了說 是因為他老婆千赫子的娘家 是在京都開的 果子店的高品店的 他人家是金吉堂 所以他就隨隨便便借用了 女朋友跟人家打一聲招呼 就把人家的果子店的招牌拿來掛 他去叫金吉堂 這是他說的 但我想應該還是因為他叫金吉下宴 所以才叫做金吉堂 好 他登場的時候 然後他 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嗎 這本書是怎麼出現的 他沒有投 當時一般人的途徑 就是取投新人獎之類 他就直接打電話 因為他手邊有一個 有一本 那個 俠宗師樂 主本建制的 那個 是獎探社的 然後他看著 上面版權力的電話 他就打訊 那天又是 禮拜又是黃金週 可是非常湊巧 是 獎藍色的文三編輯部的人 接到的電話 然後就叫他說 他說我可以帶稿子去給你嗎 他就去哪裡答應了 這個真的是 你知道誰在保佑他嗎 金吉堂這個書 就是那個 孤獲鳥之下是 1994年 1994年出盤了 也就是 江戶村樂部的 聖誕一百週年 這也是胡扯對不對 好 總而言之呢 好 就是 他投稿 因為他寫了一千張的稿子 任何的新人獎 或什麼獎不會接受 一千張稿子就是 四百萬字 就日本的稿子 是四百字的 好 一張都是四百字的 所以呢 欸 就有人建議他說 你賺一點吧 他說他費很大勁 他刪了兩百億還是不行 所以呢 最後他就是打電話去 然後這通電話呢 就改寫了日本的推理史 好 就是因為 經濟下業的主導 所有的人都 真的是為之驚豔 就是 不宜 然後 大家 我覺得啦 我覺得 他是一個 他真的是一個開闊 新境界的人 因為你仔細去看 就是經濟一堂 中環市 他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畫刀 就是 他畫之多 好 因為像很多的那個 神探不是要保持神秘感嗎 然後要 從何而經常運轉嗎 所以通常都是 沉默寡言 但是他是一個畫刀 而且你只要問到他第三點 那個除媚的 除魔的 虛魔的 那一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 反正他就會跟你扯很多 民俗學 倫理學 心靈科學 社會學 宗教學 然後你就暈了這樣 所以他們 要去他那間 舊術店的那個 波道 叫做 暈眩波 那你一走上去你就暈了 你見到他你就暈 所以呢 他的第二個特色呢 是 是臭臉 這就是 永遠就擺了一張很難看的臉 給你看 然後第三個特色當然是 他是俗癡 然後呢 他的代表作是 白鬼夜行系列 就是含荊棘棠系列 總共有九篇 然後後面他有一些是 這個 這裡面出現 前面出現的人物出來的 一些短篇 他們的 等於有點像 分外篇的那個意思 那 他的勁敵是誰呢 當然是 薑木金的二郎 因為我有好幾次辯解 喜歡上薑木金 薑木金是誰呢 是 是那個玫瑰十字社的 偵探所的所長 然後他是非常有錢的 狗子哥 他是那個薑木金 財法的二少爺 他有一種特殊能力 就是他能夠看 他能夠看穿 就看你本來就可以知道 看到你的記憶 這非常的恐怖 所以應該沒有人敢 站在他 他的眼睛 做過什麼好事壞事 你都會被他發現 然後呢 他為什麼是 金吉堂的勁敵呢 是因為 金吉夏宴在塑造 他這個 金吉堂系列的角色的時候 是非常用心的 那 薑木金的角色 因為太突出了 太迷人了 然後 所有的粉絲都一擁而上 以至於呢 他不得不讓他正式出道 就是正式變成主角 就在他的 就是百悔夜行系列裡面的兩部 是那個 百氣圖藍帶的玉庚峰 他就真正的 成為主角霸 宗禪是邱映給撇在了一盤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宗禪是邱映 本人就是他 本人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 臭臉 其實可以放得更大 如果你們有機會看到 真是湊到不同 不得了的一個臉 然後 你就可以想像那個 金吉堂那個九書店 長什麼樣說 然後呢 這就是改編的 在日本推歷史上 有一些是 不可能改編 號稱不可能改編的 電影 好幾部喔 然後 可是呢 改編之後呢 我也不知道到底好或不好 我也不敢說他不好 因為 大家都說他不好 但是 但是我 因為我喜歡提真衣 所以呢 蛤 喜歡嗎 喜歡嗎 喜歡 所以就沒有辦法說他不好 所以呢 這就是 提真衣 這樣子看喔 你還不能覺得說 怎麼樣喔 這個是 這是 這幾個字是 經濟家也寫的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設計師 平面設計師 所以 這是日本的封面 後來 台灣的獨木也 就是引用了這個 沿用了這樣子封面的風格 欸 多帥 是吧 然後呢 這幾個角色呢 如果各位看了這個 顧莫鳥之下 他講的是 在雜屍谷 雜屍谷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因為那裡面有一個很大的 附近有一個很大的墓園 那雜屍谷裡面的一個醫院 婦產科醫院 在1952年 就是 金吉堂 金吉堂設定的這個 呃 時間點 他雖然是在1994年出馬 那設計的時間點 是在昭和20年代 是在戰後日久 然後那時候的這種氛圍 適合表現 金吉堂要 呃 凸顯的他的這個妖怪 結合推理的 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那在 顧莫鳥這一本 第一本書裡面 呃 我們可以看出他怎麼描述 呃 賈木金在這裡啦 這個人後來變成 佳赫公一郎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關口訓 我覺得 永賴之明長得太時尚了 你不覺得嗎 關口訓是一個 他是一個那個 幻想作家 自在做幻想作家 可是因為要養家活口 所以他只好在一些 呃三四流五流雜誌 七流雜誌寫 呃 那叫糟粕雜誌 就是所謂糟粕就是 一種酒喝了三度你就會 喝三次你會倒 然後當時那些雜誌 就是大流創貪腸 三期就會倒了 所以叫糟粕雜誌 那他就在那邊寫一些 呃 都市傳奇之類的 然後裡面就是 充滿了一些 呃 可能很多迷信啊 怪誕啊 或者是 呃 很像 這樣可以講嗎 獨家報導 更加惡化 類似那樣的東西 好 那還有肥脆雜誌 只不過這肯定要年紀大的人 才知道 然後 那個 永賴證明講 他太 太時尚了一點 因為光口旭呢 他有援助憂鬱症 然後他又健忘 他常常 他又不像 中藩師那麼聰明 所以他常常都會被 中藩師愚弄 所以有一點不像 我是這麼認為 他後來就來打褲球 不是來台灣打褲球 然後呢 不過他 可是更重要 我認識他 是因為他那小拳機日子的潛伏 然後 這個我也覺得不太像 因為在 呃 牧場休養在 呃 星級夏宴的描述之下 他高大 強壯 充滿了正義感 呃 女人緣奇差 每次告白都失敗 九女也不理他 所以呢 他非常的落寞 可是他是一個很重要 他因為他負責 他負責偵查角色 也就是說 欸 經濟堂出一張嘴 然後他要跑半死 他要把腿跑斷的是那個 那公破我覺得 好像胖是胖的點 但是沒有高狀的感覺 就是 公破鳥 他改編成劇 劇之後的呈現 不知道 也許他會像其他作品一樣 是不斷的改編 不斷的有人來挑戰這個角色 我們大家就事物以待 你看 是不是很怪 就是他 啊 他真的是每次出現都是真的 欸 啊 那個 就是 中壇市 中壇市出現的時候 是和服 可是他有兩款和服 另外一款和服出現就是 他穿的基本圖外面 陰陽吃的 全身是黑的 然後打褲裙 然後黑色的木 其實紅色的那個 袋子的時候 那事情都打了 但是木 那個謎底也要揭曉了 每次他一出場的時候 大家就 好 靜心的看 然後這個就是因為 他當時的這種 風光 所以呢 日本對他有很多的研究 那他也在這個領域裡面 就是一直都 呃 有其他的這個改編 那這個就是漫畫 這個也不錯 這樣一個角色的設定 我覺得也蠻好的 好 這是 那郭火鳥剛講這個故事 就是這麼複雜 為什麼他必須寫 一千頁 然後後來變成八百頁 就是 在這個婦產科醫院裡面的 院長的鼓勢 在逆勢中消失了 之後呢 這個女兒就是 大女兒 大女兒還小女兒 我忘了 好 Anyway 他 懷胎二十個月 始終沒有生下孩子 有可能嗎 剛剛關口訓啊 他很訓的去跟 那個 我是這麼寄他名字 我這樣講 才會一直都寄他名字 然後 然後 他 他去把這個傳聞 跟總產師講的時候 被罵了一個狗血淋頭 講了 咦 講了大概 我數了一下 大概有八頁吧 最高說 他說 被高說 你聽到這個傳言 你自己是怎麼判斷 你是想從我的口中裡面去聽說 讓你得到更多材料去為你的糟粕雜誌寫更多這種謀騙人心的 反正講了一堆 然後 然後 可是呢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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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這個妖怪 這個郭霍鳥 到底是什麼 郭霍鳥練成 那是什麼意思 請大家去看郭霍鳥 是不是 因為我看了三片 還是覺得很好看 然後這個就是 進題來了 這是 賈木金 然後 這個是 其實這是 王兩之夾的 宣傳海報 那 王兩之夾 為什麼換成他來當海報的主角呢 可能也有拍地提真意 但是 我視而不見螺子 我只 我只 看到了這個 阿布寬這個 然後 這樣的設計 是跟剛剛我們看到的漫畫白戲 還是也有一點像 這個氛圍有一點像 那總而言真是迷人的 那 整個 整個 這個 要賣推理 就是 荊棘堂的白鬼夜行系列 我覺得可以用這句話來表現 就是說 你的 持念真的很深 可以這樣 就一句話 就講完了 那 雖然說一句話講完 但是人的實面有哪些 就是 所謂的妖怪是什麼 所謂的魔是什麼 心裡的魔 那個心魔是什麼 就是 荊棘堂借用很多 在神話裡面 或者是傳說裡面的這些妖怪 來象徵 跟在我們的心裡 所前場的那些 謎障 所以呢 所謂的謎團 跟謎障 是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荊棘堂把這一件事情 好好的 不是荊棘堂 荊棘堂 荊棘下燕吧 銘杖跟謎團 好好的結合在一起 然後運用它這種博學 多聞 而且是 真的是 有很多深入而讀到的 來說一個好聽的故事 給我們聽 你其實 有些人會認為說 它裡面夾雜的 這麼大量的知識 是一種 阻礙 那是不會的 就是 真的不會 相信我 就是那些知識 其實是 最終為了解謎的時候 它必要的 你如果沒有深入的去 不是沒有深入 就是你沒有去理解 那些知識的背景 你不能被說服 那我覺得 這就是經濟堂 最厲害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講 因為我怕時間的關係 我才講第三個 限定 20分 好 就是 我喜歡的是 仙道孝司 我不知道大家對它熟不熟 仙道孝司的 在台灣出版的這本書叫做 《在廢墟中氣球》 那 仙道孝司呢 作者是這個 莫娜 我們剛剛講 我們剛剛講說 2007年之後 為什麼吉他小波當道 是因為有幾個大師在 從 從 繼承的 大哲在昌宏百岡 還有 橫山秀夫 這些 最早開 開拓的 配 小說中的 其中的一個領域警察小說 這一塊 然後最後呢 到了 2007年 有兩個人使他 警察小說真正的定著起來 變得也是一個穩定的代行 其中之一就是 總有勿讓 因為 200 2008 2009年 應該是 我記得是2009年 這本書得到了 植木賞 但是他已經寫作了35年 他前面主要的創作類型是冒險小說 這本小說 非常有趣是 他在接受訪談的時候 他講說 他得到了 出版社給他邀告要寫 吉他小說 那因為他是北海道出生的人 他想 他寫的 最早的時候 他有寫過一個道警系列 那我們都知道都道府 都道府 道就是北海道 那北海道的警察組織 跟東京跟大滿佑有所不同 北海道的幅員非常的廣大 即使你在本部 就是說你在警察本部工作 你也很難去深入各個地區去參與這些案子 於是他就想了一個辦法 想了一個辦法說 他想要讓他的這本警察小說 能讓大家比較廣大的幅度的認識 北海道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設計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主角 先道孝司 他是休職中 就是說他被停職了 他為什麼被停職了呢 因為他有很嚴重的PTSD PTSD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那因此呢 故事一開始在廢墟祈求 他有六個短篇 就是他完全是用一個Private Eye 就是說這個字也可以用成等同於施家偵探 也就是說警察因為他是停職中的警察 他沒有手槍沒有武器沒有警察證 他也沒有逮捕權也沒有收察權 可是他可以扮演一個私家偵探的角色 那他只能給建議 就是說他可能 可是他也碰到很多的阻撓 比如說真的辦案的人會 警察會覺得他多事 或者是說他會干擾 或者是可能也會覺得有泄滅之嫌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可是先到他還是出面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很想要復職 可是不管怎麼樣 他們的心理的評估都是還不適合 他還不適合回到他原來的工作崗位 那其中有一篇我非常推薦的就是這個書名是 這六篇裡面每一篇都很好 但我覺得會令人為之心痛 不是落淚喔 心痛跟落淚差很多 就是會令人為之心痛 而且當真相揭曉的時候 然後傷害就是傷害最深的人 可能不只是被害者 可能還有就是偵探本身 就是說找出真凶的這個警察 或者是這個 反正就是這個這個蠢人夢 那這裡面這個在飛虛中取求的這個故事 有好多個有好多問題發生在西章 西章是什麼地方呢 西章是在 我畫了一個 這裡這裡 我沒有看到西章喔 這裡 那這裡就是你看雜謊在這裡 千歲西藏在這裡 西章就在這個差不多這個大一點的這個中間的地方 它是一個礦區 然後已經荒廢了 日本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民意 有一些是廢墟移 我對廢墟也很感興趣 在麥田的時候出了兩本廢墟本 就是把日本的各地的廢墟做一個巡移喔 然後 然後 因為 就是先到接到一通電話 是他以前跟他合作13年前的 剛剛說有看到報紙 這時候呢 他人在哪裡 因為醫師強烈要求他要去休假 而且是不能去有警察的溫泉休假 他要求他要去有釣魚客的地方休假 所以他在這個一個石聖溫泉 就大概在右邊這個附近 休假的時候接到一通電話 他剛好第二天第三天要回雜房了 雜房打來電話告訴他說 東京發生了一樁命難 他說 是一個妓女 而且年紀很大40多歲 然後整個領部都被打 搗亂了 就是被砸爛了 他說你不覺得這個很像 13年前我們一起辦過的一個案子嗎 先到就說你是在暗示什麼嗎 因為那一個是一個年輕人 那個兇手後來抓到了 在13年前 22歲 大概22歲左右 那個年輕人 也是在北海道的時候 用同樣的手法殺害了一個姬名 然後最後他被判遣 總而言之 他現在只有一個很強的陪審官 然後最後他的罪名是傷害自死 而不是那個就是一個 也不是過失殺人 那也不是蓄力犯案 總而言之他被關了 而且他的徒刑是12年 他現在到底算確實 如果是12年 他就出獄了 那這個案子真的是有可能是他嗎 然後最後 因為他們13年 為什麼逮到他 為什麼逮到這個年輕人 是因為這個年輕人跑去 以前曾經照顧過他們 他跟他妹妹的一個水壩的看守員的地方 看守所的一個所長 那就是說他那時候還是要尋求一些安慰 透過那個審 在那個審判的過程當中 先到狠狠的被這個22歲的凶嫌 那時候還沒有定罪 是恥笑了一番 績笑他說 你知道西章嗎 你去過嗎 就問他這兩個句話 可是他答不出來 那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沒去過那個地方 你就沒資格來審問我 我為什麼 我犯了這個罪沒有 我為什麼要犯這個罪 所以他後來 先到就自己要求他撤出這個 這個就是調查 然後最後是他做筆錄 可是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先到自己就跑去聽法庭 聽這個審判 然後他聽到非常悲慘的 關於這個年輕人的成長的過程 那是一個廢墟 一個廢棄的礦坑 他母親呢 是從更遠的漁村到這個 戲章這邊來討生活 他後來跟不知道哪個男人發生關係 生下了他 後來又生下了 又不知道跟哪個男人怎麼樣 又生下了他妹妹 然後他們最後是 真的可以說是窮途潦倒 然後當時發生一件事情是 他們因為實在過不下去了 生活實在太窮困了 以至於他的媽媽 有一天晚上把他叫起來 然後帶著他跟他妹妹到水壩 然後把他媽媽把他妹妹 放在水壩的這個欄杆上面 然後這個年輕人 阻止了這個冰劇發生 那我不能再講故事下去 請你們去看這個書 結果意思是說什麼 這裡面好多沉迷 就是說先到後來接到這個年輕人 打電話給他 等於是這個年輕人後來被 之前被抓到的時候 也是因為他回去了一個 他認為對他好的 他接到他的電話 為什麼打電話給他 是因為你來法庭聽我的審判 所以他要不要通知他原來的那個警察的夥伴 說這個年輕人有可能再犯 13年後可能再犯同樣案子 這個年輕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那可是全面通緝令已經發了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那個 這個諸董莫讓最厲害的地方 不是13年後這個凶險是不是他 是另外一個更大的秘密 然後最後的那個意外性的結局 所以有三個要解決的事情 結果我們偉大的上海藝文出版社 因為我當年2011年 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是藝文出版社的 在封面的 封底的文案裡面 居然把第二個名寫出來 破了一個很大的梗 因為我完全沒有看封底網案 我是直接看的 我直接看的那個書 後來我回去看封底網案 是不是覺得這一定是不懂 推理小說的出版社 才會做個事情 所以呢請讀台灣的繁田自辦 那這裡面很多的故事 一個是發生在這個澳 澳洲村 澳洲村的這個二世古廳的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呢 是發生在代廣 沒有印到 代廣 一個故事發生在王走 王走的一個漁廳村 然後 一個故事發生在更遠的一點 有一個叫做日章的地方 日章應該在這兒 所以呢 也就是說 左走路讓他實現了 他想要做的事情 是讓一個停職的警察 跑遍了整個北海道去辦案 好 那所以呢 那我剛剛聞了一頁 待望的北海道推理文學之旅 就是我這次也無威風將跑 我喜歡先到喜歡到這種程度 所以呢 請你們要看 台灣有三本他的書 但是只有這本是推理小說 就已經出版了 是新語出版社出版 接下來最後一位是 赤城左門 他的外號叫陳城 我叫他陳城 是我剛說的 2007年之後 警察小說成為日本 現在目前最當到最紅的 一個 他已經不是一個類別了 他整個娛樂小說的重鎮 那其中一個是被稱為 日本警察小說第一人的 走走目讓 另外一個是日本警察小說的騎手的 金言明 金言明從1988年就開始創作寫 警察小說 所以呢 他真正到後來能夠到達高峰 除了他的這個 他有一個安基班的這個 安基班的日記 不知道演到第十了吧 安基班的那個 很多人說 覺得安基班的主角 太過 太過土味太重之類的 那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所以呢 ST呢 就是他有別於我們剛剛說的 警察私家偵探 或者是說職業偵探 那他就是一個科學特收班的一個特殊的組合 那這也是因應了這個科學方案越來越風行 而且也越來越重要 那這個ST在金言明的這個手下 他就塑造了五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這五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雖然不是警察 但是呢 他們就分別跟那個 經理夏業塑造的那幾個角色 又由與有所不同 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呢 其中 個性最鮮明 我自己個人的偏好 是那個 就是赤城佐門 那他的一個特色是 他經常會問 我的獵物在哪裡 我的獵物在哪裡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法醫學家 金河大學就畢業了 那這個故事 紅色調查檔案講的就是 他原來的母校的醫院 發生了一起醫療糾紛 可是呢 他自己在這個學校裡面 有非常不愉快的經驗 這是他的秘密 大家從來不願意對人提起 那他有對人恐懼症 所以呢 可是呢 很奇怪的是 只要他一出現 周圍就會形成人牆 因為他說的話 永遠都是 一針見血 而且真的不囉嗦 所以呢 包括監視人員 包括其他檢查人員 都很樂意 聽取他的意見 那金沿敏對於 這個 SG的這樣子的設計 已經到了一個 爐火純青的 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那 所以呢 我剛剛說的 這五個靈魂文物是同等的 就分別會在 青色調查檔案 紅色黃色綠色黑色調查檔案裡面 他會就是以個別的 自有的特色分別去辦一個奇案 然後當紅色刺成他出 他為主角的時候 其他人就是一個輔助的 一個角色 那這個 醫療究竟最近不是因為 龍者我事件的這個嗎 所以那個 這本書我覺得 就是紅色調查檔案裡面 他所要探討的 已經不是在 在追究說 到底是醫生的錯 是醫生的處方錯誤 還是說 他的處置是錯誤的 而是為什麼導致了 會有這樣的結果 然後呢 為什麼有人會 不惜 甚至不惜 付出一個最慘烈的代價 然後使得這個慘劇發生 那刺成他面對 他自己是一個有良知 他因為 因為他的良知 而在他原來的這個學校 留下五點的這個人生紀錄裡面 他如何去面對過去 然後如何去解解開 邪附警察去解這個謎 然後最後他得到他自己 也能夠安 比較安妥的一個 可能是 我覺得不是撫慰 而是說 而是說他還能夠維持正義 這件事情 好 那金燕銘的 這次 電影跟電視裡面 電視的一個廣告 那就是我 原來 這是清空文化出版的 對於角色的設定 就請了 旭方剛志先生 分別為他們塑造了這個人物的造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更深入的去理解說 像結成翠也好 或者是這個和尚打扮的 還有這個 一副有猛身材的肌肉男 還有這個啊 你覺得他男生還女生啊 清真祥啊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旭方先生的插畫 然後這是真人版的戲劇的演出 我們大家很確定這個是女對不對 好 他是清真祥 這個就是 小說跟改編成戲劇最有趣的地方 是 但是 你看我覺得他選荒原 藤原龍也 真的選得很對啦 就是 我覺得很對 然後 鋼鐵江森也寫得不錯啦 好 清真祥是 聽說他也很多粉絲 但是 如果各位回去看小說的話 如假包換清真祥是男的 真的 所以為什麼他後來要選擇一個女性 把清真祥改變成一個女性 而且在新色調查檔案裡面 清真祥不是 不是只有在清真祥 他在每一個檔案裡面 他一出現是大家 所有的警察就是滿身臭汗的 然後睡眼心中的 或者是已經好幾天沒有睡覺的這一些 眼睛都是血絲的這一些標形大案的警察們 一看到清真祥都 不是口水要流出來 是眼珠子要掉下來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男子 是美到所有人 這回頭度百分之五百那一種型的美男子 那為什麼會問你他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我一直問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這一點 我覺得 那個清空文化的這個發行人 迪伊利小傑他也在場 他上次講的那一場 那個關於漫畫也非常的 非常的棒 他有他的解釋 他的解釋也非常好 我希望下次有機會 你們可以 或者等一下發問時間 你們可以聽他發表一下意見 那這就是清色調查檔案 目前已經出版的那個三本 分別探討的是不同的問題 清色探討的是 靈異節目的靈異 錄製現場的時候 發生了一起凶案 然後 擅長 擅長 心理撲毀 就是人物撤寫 這個 清真祥他如何破解靈異團 第三本講的是 宗教的這個 這個 就是 類似 麻原彰晃 這樣 這樣 反正就是 這種 反正就是一些 那叫什麼宗教 就是 新興宗教 對 新興宗教的 很容易發生的一些 可能弊端現象 然後他產生的一個事件 呃 金言敏在這些 呃 這是這樣的書的 他出到今年37年 35年的時候 呃 有 很重要的評論家 穆博善吉 為他寫的 他這37年來 寫作的軌跡 在35年的時候 經驗民眾一共出版了 將近 他35週年的時候 出了170種書 170種書 研究書 他一個月平均要出4本書左右 他為什麼能夠生產 這麼大的量 而品質不錯 而且他現在是 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的理事長 他可以做到這個位置 然後在我還在鼓勵的時候 大概 2010年的時候 大吉公也就是 大吉公是重要的 大則在常 經濟下一年 公務委心 他們組成的一個 私募所 唯一一個邀請 要進入大吉公的 就是金言敏 金言敏實在是在 他實在是 太厲害了 因為他自己已經大到沒有辦法 進入大吉公了 他這個尊神太大了 所以他現在自己 在那裡事務所 為什麼金言敏 他可以保證他的品質 那是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他節奏非常的明快 然後他的故事線的發展很單純 所以你閱讀起來 你是不會有負擔的 那我覺得他很重要的 一個功勞 一個功勞 就是說 他使得警察小說 沒有那樣大包袱 然後也沒有那樣子 嚴重的 就是 就是那種很 很巨大的一個神聖的使命 或者是 但是他 擴展很多年輕人的讀者群 尤其是動漫化的讀者群 這是他對於這個娛樂小說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那金言敏呢 因為他不是只有 他不是只有 會寫這樣子的節奏明快的 然後畫面感很強的這種娛樂性的小說 其實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 他的文字非常的優雅 就是你在讀這些檔案 不管哪一個檔案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讀到很多很溫柔的東西 然後他的正面能量又很強 因為你有時候讀推理小說 你會尤其讀到一些暗黑小說 你會餘味很差 有些人就是專門要讓你餘味差到你都吃不下飯 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 這就是他想要達到的目的 可是金言敏他是一個正面能量很強 所以他因此也 他還擁有了很廣大的理性民主者群 這個也非常重要 那他 當然他在人物書道上面 都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 清晰 那他在接送採訪 這是他35週年的時候 接送採訪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 你總共開了30個系列 你是怎麼辦到 他說他從來沒有一次想要開多系列 都是因為他心有的角色 然後是讀者要求他 就是說你寫誰吧 你寫誰吧 譬如說他寫安基班的時候 他就說 那你不要只寫安基 你會寫宿水 所以呢他就開始 又開了另外一個系列 是從這樣子一直不斷的衍生 他的圖子圖身 就一直黏緣不絕的這樣下去 所以才會有170 170本的這樣子的一個量 大量的作品 那這個也是他 就是當時35週年的時候 就是做的一個活動 把他的這個 對於推理小說的這個專注 那他不只啊 他這個人很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因為他也寫格鬥記小說 也寫冒險小說 那他自己本身呢 也會空手倒 然後各種什麼動作 運動啊 他都是很在行 所以也是一個 我想像他是一個過動的人 就是他不寫不行 然後不打不行 反正就是這樣子一個個性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自己很想推薦是隱蔽修查 那除了剛剛的SD檔案的這個赤誠 就是 赤誠我現在只能講他這個紅色檔案 但是未來連續那個 介敏還會給予他更多的生命 那在隱蔽修查裡面又是 介敏嘗試要寫一個 因為他得到office 希望他寫官僚小說 那他小說 那不如他還是寫警察 可是表現的是一個 你不得不 你不得不贊成他 同意他的反派角色 這多難 就是說你知道 你明明知道他所擔任的是一個 你可能會覺得他很令人厭惡的 可是最後你還是要點頭聲是說 對 你做這樣的決定是對的 你做這樣的判斷是對的 今天你在隱蔽修查裡面 把一個這樣子的故事寫得淋漓盡止 我自己都會覺得 他如果再擴大一點篇幅 就會很像早年的 德川加康那樣子的一個性質 對 他在寫這種 組織裡面 警察組織裡面後面的 因為大部分都會寫的是 地方的調查搜查人員 他寫的是本部裡面的總務客 然後面對的是整個機構裡面的 這些人事的問題 他等於也就是企業小說 企業生存小說 企業的危機的應付的一個小說 那是非常精彩的 好 講到這 講到這四個 四個我喜歡的那個 我希望不要突破東洋的時間 我會盡快在十分鐘之內把它講完 這四位偵探呢 當然 雖然不是全部因為時間的關係 譬如說 我 我想講 佳赫公議黨 因為大家都太認識了 而且 因為佳赫公議黨也很難講 因為佳赫公議黨是跟隨 都有跟隨最久 從 從佳赫公議黨在大選時代 一直到他最後的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佳赫公議黨被人家評價是 但是他每一本書出現的時候 每一本書的個性都不一樣 所以你知道 我要講佳赫公議黨 我可能要講三個小時 因為真的都不一樣 所以 佳赫公議黨也沒辦法講 我很想講 屠樓夫的千朝檢察官 我也沒有辦法講 然後 剛剛其實 明治小伙子也可能講 很多有趣的事情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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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只好等下一個機會 還有就是說 像 被稱為日本三大名偵探機 還有一個神經攻擊 但是今天也沒有機會說 就 當成 無未來的約定 好 然後呢 這些呢 是一個附路的資料 就是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 在兩年前 趙映新聞有做 針對讀者做了一個問卷料查 說 你們難忘的 名偵探派阿邦有誰呢 就不分歐美跟日本 那就可以看出來啦 第一名還是 金言一真珠啦 名字小伙子敗北 好 然後 欸 公盆心 欸 山下誘金啊 潛艦公演 潛艦公演 我也想要有機會再重新了解他 因為 台灣早期出版跟後來在出版的時候 我就沒有太多的機會 是內田康福 那我為什麼對他有興趣 是因為基本巴拿那附近的關係 基本農民是重要的日本的思想家 也是評論家 他非常 他非常非常的嚴肅 你看他的臉可能比金極夏艷的臉還可怕 但是他說 他休閒的時候他會看推理小說 他會看的就是內田康福的推理小說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說 嗯 就是基本農民居然喜歡的 是潛艦公演 而且他還倒打兩個人 一把 就是說 我絕對不會 在我休閒的時候 還要看島田庄司跟高春勳 他說 太難了 我腦會受不了 所以這也是我 很想重讀潛艦公演 然後當然是康班學 他這麼 好 石金川醒山是西津 西津 西津金太 我那天跟東洋 不知道東洋還是有時候 我要講 我要講 生下雨春 我講成雨下生春 OK 現在藉這個機會也修正一下 然後還有誰呢 三毛貓你看 三毛貓佛牛是 四川次長的也出來了 還有 還有誰 半期是 剛剛本期堂的半期文章 是日本最早的 這個 朴木小說 請大家參考 這個請你們也可以列你們的名單 你們最喜歡的名偵探有誰 然後那個這個是 我名鬼當時做的 就是希望大家認識 日本推理小說史上的名偵探 然後分別為他們的特色做了一番的描述 這兩章講的 荊棘堂 石金川 然後 御守起劫 焦島頸部 是新宿角 大正在創的 然後 這是有七水有息的 把月輪太郎的同名的偵探 然後 然後 這是森博寺的 西川創拼 然後 磁帶洗口公園的曾導船 裡面當然最年輕的是曾導船 好 而正是十大名偵探的部分 另外有一個十大警察 就名警察 刑警 尾罐 驚犀 本來我也想講驚犀 但我講太多驚犀不好意思 所以就不講了 但是如果說明偵探 他有創造明偵探的話 出現兩部都會叫明偵探 就是 檢宇縣的這個 鳥四跟三圓 鳥四跟三圓 是唯一 因為 所以我們今天要反對 明偵探 反對 一個同時 因為 如果是一連串的探案 就會陷入一個科救 然後陷入一個模式 所以呢 他會覺得 這就是一個虛構性的 人工性太強 但是他唯一讓三圓跟鳥四 登場兩次的 就是檢宇縣跟時間的吸收 好 然後等等第一大次就是 賢柱 經理你一半案的進步 好 洞居是 人身尊 身尊成衣的 吉夫是 那個 島庭中資的 好 叫賀姑娘 還像了吧 好 然後日墓十三大家都知道 木墓十三大家都知道 他 我說了嘛 這工破項嗎 墓 墓場 墓場修太郎 然後再來是 古田 跟山郎 這是十大星期 另外因為 這次塔西班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是從名座出發 來看名劇跟名偵探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這是2013年 在文藝春秋上面 所票選 所選出來的 一幾個很重要的評論家 最好的國內篇的 最好的一百本 推理小說 那 你 不管如何 在日本推理史上 一定要讀的是 玉門島 想必大家一定會讀 所以請讀 一定也要讀 本陣殺人事件 再說一次 然後那個 這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林宇宣他還是 那個 還是 名列前茅的 他用管非常好看 因為他極度是幽默 所以也推薦大家 所以 本陣不管怎麼樣 還排名第十 這個 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剛剛提到的 不過不了之下 再二十三名 那 這裡面 有很多都是 蠻多是 江戶川 那部跟 橫鉤正石的書 所以 也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兩位還是 他們兩位還是 畢竟還是 真的是 巨匠大師級的人物 這是 一樣是文藝春秋 在1985年時候 所做的 1985年 當時這本書 還會針對 1985年跟 2000年的 Bester 溫漢爵 去做一些 就是 差別的對照 那哪些落選 哪些 還保留在 2000年 2012年上面 非常有趣 你不管 從1985年開始 你始終 第一了還是 玉門島 林允縣 就是往後掉了 我們剛剛看 林允縣是第六名 可是 島田莊師的 那個 增進住 三人事件 就 從很遠的地方 跑上來了 應該是在這 風景 那這個也是一個 本陣呢 永遠是在 十年之內 這個就是 神經工界的 當時 那個時代 在第十年 反而 天成真 重新被評價 又往上提了 天成真 在這本書裡面 還有一個 那個 有一個 特殊的狀況是 他寫出這本書的時候 幾乎同時 有一個 電影 電影出現 也就是叫做 我記得應該遇到喜劇 大誘拐之類的 幾乎一樣 就是發想幾乎一樣 那時候他引來的 是不是抄襲 互相抄襲之嫌 那這個 當時是一個懸難 那後來如何破解 下次請 請聽聽聽見解放 好 我今天就 說到九點整 謝謝大家 其實剛剛在活動一開始的時候 剛剛慧玉姐所講的 題目叫做 那些是我所愛的這種偵掌 聽起來覺得不夠 而且再講下去的話 時間再長了 我覺得慧玉姐 還有更多的名偵掌 更多的民作 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各位分享 不過最後還是要留個Q&A時間 讓大家看有什麼問題來問 來問紀念主席講人 要問什麼問題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警察少說 對那一般而言我們在談推理的話 警察少說算是一個比較旁知的一個東西 那剛剛提到他在近年來就迅速的剷情 那除了這個經濟的意識之外 還有比較的問題在觀察 也還有其他的意識 謝謝 我想那也是一個長期的寫作 到最後所結成的一個博士 因為剛剛有提到像 不只是最早的冷逆派 因為19801701 708裡雲丹收入冷逆派 最多的時候 像紅毛乾的白神那海的夜晚 也是因為警察小偷紅之後 他有拍成的就是日劇 那更早的大致再參的那個 新屬角的一個系列 一直到 紅山秀夫 我覺得這是一個長期的耕耘 那不只是佐佐密浪跟紀念一樣的 像玉林的哲演 的草原之夜 一樣都是因為 劇風波的作 然後作品 然後作品又更加的就是 系列化 那這個使得 剛剛還有強調的就是說 在寫作一個類型的時候 如果作者本身能夠去塑造一個 這個 充滿了魅力的角色跟靈魂人物 然後他就會聚集過來粉絲 我覺得這也很像這幾 就是說近幾十年來的 三十年來的吧 這種類似偶像操作的這種手法 然後把原來這個苦勞的辛勞的警察 然後最後也讓他們在個性上面 其實儘管有所缺失 就是他有很多弱點 可是他會非常人性 然後他最後會讓你引起供應 你似乎就是 這種類型的寫作就會越來越多 這是我的理解 也就是最重要還是那個 那個主角人物他夠不夠有黏著力 那個可能是一個關鍵 你想要孤魂老師下還是ST還是迷你鬼 好 我看比較多的是像古書堂事件 手鐵跟古籍研究社 那這樣這些推理的主角 感覺就很像在平民化的感覺 對那不知道老師 對這樣的現象有什麼感想 我們那天剛好在討論就是跟 這跟那個就是漫畫或是青小說 或者是現在所謂的卡拉文藝 就是說這個從青小說裡面 還有漫畫裡面去 讓一個角色非常凸顯 很多青小說的角色其實是從漫畫的這個概念來的 那你說的這個古書堂這個 就是拍成日去的那個 呃那個女生叫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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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色本身就足夠有一個吸引力 我覺得兩個問題的性質還蠻類似的 所以為什麼最後這個主角人物 他不只是靈魂人物 他還有粉絲聚集的能力 所以這個系列後來 這個系列的創作到最近 就日本的角川書店啊 或者是小巡館 他們就會極力的去開拓這個類型 那這個類型也會像現在我們的警察小說一樣 說不定未來會被定組起來 他就叫做可能要另外再講一個中文的翻譯 你以為他就是一個 假拉文藝 對 那你要顧過鳥還是你以為 顧過鳥 好 希望你不建議這個書我讀過 因為我有臉部本 所以有一點點 好謝謝 老師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你在看推理小說的時候 你最喜歡看的是哪一個部分 比方說破案的細密的分析的手法 還是說整體的設計的架構 你最喜歡看的是哪一個部分 我覺得我很難回答你 但是我自己選書的兩個標準 標準就是說 讓你一直想看 然後手不識卷 背景忘實 你一直想看下去 想要很快知道結果 然後另外一種是讓你捨不得看完 你每一個字都要看得很小心 因為看到越後面你就越緊張 快完了快完了 然後完了怎麼辦 這個也是後來系列作為產生的原因 就是你很希望同樣的主人公 或者是同樣的團隊 他接下來還會出現 那所以我不太會去思 我沒有太常常去思考 你說的那個問題 但我覺得有幾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我覺得描寫人性 我自己比較 我覺得要說服人是因為 你還是要裡面有很多的 就是心裡的共鳴或者是同感 或者是你會因為他而引起一些情緒 那些情緒不管是快樂或者是哀傷 我比較重視這個部分 那欺騙我的我也會很抱歉 就是就是他把我騙到 那我反而比較害怕血腥的 像殺戮之病 我就看的時候 擋起來又不是在看電影 擋起來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有的時候我也很不好意思說 我一定要說我是一個本格推理 我從來也沒有這樣說 但是那個軌跡 譬如說我最近 我從看這個本政殺害事件 我覺得他描述真的對我來說太難了 就是那個一條線這樣牽牽牽牽牽牽 然後我還在那邊畫圖 結果最後畫不出來 結果我想放棄了 但是他並不影響我喜歡 聖天穎的感覺 那是是這樣 剛剛有一個謎題 我不論如何還是希望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青山翔明明是個男神 而且是個美男神 各位好老師 現在青空文化 出版社的發行人 林立 各位剛剛那個問題是這樣子 青山翔他在原作是個男的 實際上青空文化請區邦剛志插畫家 區邦剛志先生畫的插畫 基本上是沿著原作的設定去描繪的 跟連續劇版不同 那連續劇版 就如各位所見的 其實兩者是差那麼多的 那青山翔明明是裡面 根本被性轉 就是性轉換 從男的變女的 那這個我私人的考察上 我覺得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可能也馬上可以想到 就是女兒太少了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加一個女的 這是一個比較 就是Orthodox 大家可以想聯想到的東西 但實際上 結成翠在那裡面 然後實際上他們的 協助的警官 他們的長官 其實都有女的 所以女的其實不勝缺 我覺得這個推論 並不算錯 但是也 不是那麼接近事實吧 我想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平常家女的的 一個很重要的 日劇家女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要弄成戀愛關係 那到最後也沒有戀愛關係出現 所以 其實他也不見得要是女的 那我們就 接下來就會延伸出 第二個或第三個的推理 那第二個的話 那就是說 實際上原住的描述 他是個美男子 就是出來之後 不管他講什麼 不管他 每青年美男子 不管他講什麼 令人很火大的話 沒有一個人 會對他發火 因為看到他的美貌 就覺得 算了 都可以了 所以他總是 睡也輕鬆的到現場 然後看一看之後 覺得沒興趣 就說我想走了 可是這種 在現場 大家見識人員啊 刑警啊 很認真在工作 照理說會對這種態度 覺得非常煙霧才對 但是他都沒有關係 因為實在太美了 沒關係 應該在那裡 就幹什麼 的感覺 那這個其實我不是 隨便要講的 大家看原作就可以知道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好 我們再回到為什麼連續劇 那沒有美男子嗎 對 沒有美男子 你有沒有辦法找到 你現在大家來舉一個說 能夠讓大家看到 對他就隨便什麼都可以的 日本現在有這樣的男人 男明星嗎 有啦 欸哪一位 蒼井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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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叫蒼井祥泰的 這樣知名度又不太夠了 我覺得這王子的美中男 他的身優就是他 那是不是配音聯啊 對啊 他是配音聯啊 但是實際上 不管你說的是誰 劇組最後的決定就是 沒有人能夠演這個美男子 所以乾脆用一個人的 這樣比較快啊 我也覺得蠻合理的 對啊 你總不能找相景理來吧 他雖然說夠拍戲 可是180公分 這邊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美男子就一定要怎麼辦 其實 旭芳剛剛是在畫他的時候 一開始他直接畫成一個中學生過來 我說那個 旭芳學生有看原作嗎 有是有啦 可是就是 你看你有一個這麼高的 快兩百的 然後其他幾個男的 好像應該要一個矮的 那只有他一個人 好像比較模糊一點 我好像可以有 有機會這樣畫 可是你總不能把他畫成 怎麼講 阿丁啊 所以說 後來又把他長高了一點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 我覺得Casting那樣太困難了 你要真的讓人家 大家都覺得他是美男子 其實我光覺得 光覺得 我其實是覺得 剛年降生 本來我以為還會演青山翔 結果 居然穿著一身青色西裝 居然不是青山翔 什麼東西啊 主要是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點就是 青山翔是美男子 這點你剛剛提 你知道 或許他有 可以演的演明星 你可以演的人物 可以來 怎麼講 可以演的演員來擔綱 那好 就變成那個演員 我們就講 是蒼井好了 蒼井翔太好了 你看 翔太跟龍爺 跟醬生排在一起的時候 這樣很麻煩啊 因為你們顯然 各位日劇如果有看的話 他們顯然很顯然想要搞BL 這樣會變成cycle 這樣有點困擾 連女的上來 他們都不讓他談戀愛 這樣的話很干擾 所以劇情這樣其實不好編 這是我推論的第三個 而且我認為 這可能對於 跟實際上是最接近的 因為他想要搞 不是BL 其實我們講比較實際一點 他想寫成一個body body的作品 就是搭檔的作品 其實其實在日劇中 我很讚賞他的 改變連續劇 第一 原作其實寫的蠻早以前的 這個結構蠻早以前寫的 那他把它改的夠現代 但也沒有真的改很多 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而他同時具備說 有body就是搭檔 又同時搭檔兩個 就是紅白兩個 他title也寫了 特地把他們兩個強調出來 可是也顧及了原作本來 五個人要在一起的那個Tim 更厲害的是 原作其實沒有那麼琢磨到 我覺得原作的確有呈現出那個氣氛 就是包含警察組織整個在內 他的從body到ship team 到整個組織system 大家一起追求真相與正義 這個其實警察連續劇還蠻少這樣 通常body通常會跟組織去 該怎麼講 相同 就站在對立面 那組織通常也不太會想要幫一個個人 或者是body 通常都是就是他們都是會有 呃就是怎麼講 組織通常都是把他們拋棄的 那可是這個重點看起來是拋棄 可是到最後的最後 大家還是我們要追求真理一下 所以劇本是寫的蠻不錯的 那為了再回頭來講 就是為了顧及那個body 所以不能有第三層 我們不需要一個小三 其實所以從我看他原先也可能是 呃刺青的搜查檔案才對 可是如果你看原作的話 就可以發現刺青無法成立 因為紅白一個是頭兒 一個是cap 一個是頭兒 一個是對那個就是 怎麼說 隊長 實質隊長 Leader跟cap 兩個才能夠對得起來 那個青山根本在那個team裡面 是某種 就是我覺得其實是他青色調好檔案 是有一點靈異 我認為比較偏本格那個方向 就是不可能的事件 然後把它解謎這樣 實際上青山項也就是一個 不可能的人物啊 你如果就是又回到時候 你就去看原作會發現 連續句子解釋 他是什麼大小姐啊 然後男裝啊來上班啊 為什麼還可以寫到這樣 他以前原作都沒寫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是五個人裡面唯一背景 身分不明的人物 所以 你要說的話 他琢磨點燈 怎麼講 日劇要改也比較好改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講完了 那希望大家知道這個 有個Gill呢 對不對 謝謝伊莉 然後我要做小姐 請大家看了名劇之後 一定要回來看名作 看了名作之後 我們一起來討論 名偵探到底有沒有名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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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